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2017生意无限贺新春小年夜扫除特工队 我是Noki 我是乌登 是的 今天是小年夜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 通常这时候真的很有过年的气氛 因为隔天就是要跟家人团圆的日子 所以在小年夜这天大家都会做好迎新的准备呢 是的 那这个准备呢 小年夜啊 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乌登 就由你来告诉大家吧 那就是大扫除 没有错 就是大扫除 那么为了让大家扫除起来可以更加的得心应手 我们就是小年夜扫除特工队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扫除的小技巧啦 是的 首先是扫除的基本原则 第一 先收纳 再扫除 是 因为太多的杂物呢 会非常的干扰打扫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把一些东西分门别类的 收到箱子或是柜子里 那我们等全部打扫完呢 再来进行整理会比较方便哟 嗯 第二 由上往下 由内而外 是 相信这个大家都应该非常的清楚 那就是我们可以从比较高的天花板啊 一路清到比较低的桌面 那如果是整体空间来说的话呢 就是要由内而外 可以从比较内部的厨房开始 一路清到比较外面的客厅啊 前阳台 避免就是扫过的地方又被你弄脏了 第三 抓出重点项目 规划工作顺序 时间有限 但该扫的地方超多要怎么办 你看 今天都是小年夜了 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整理 那就是只好来把握一下重点咯 像是比较常下厨的人 可以加强厨房的清洁 那过敏的人呢 就要好好的清洗布置品或者是棉被 让他们出去外面晒晒太阳 那么除了三项基本原则 我们还有天然清洁 保卫地球的必备三宝物哦 Noki 请乘上宝物 第一宝 小苏打粉 小苏打粉 由于成弱碱性 对于油污的去除 及居家除臭 效果极佳 是主腹的必备圣品啊 第二宝 柠檬酸 柠檬酸是萃取自水果果酸的无味粉末 可以中和像是尿垢 水渍等碱性的污垢 适用于浴室甚至是厨房清洁 可是不包含心灵上的污垢哦 第三宝 白醋 白醋先生有分解污垢及抗菌的作用 不论是去除水垢 还是消毒砧板 或者是各种的居家清洁 都有很不错的效果哦 耶 爽 爽玩了好开心哦 对啊 希望大家听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小小的技巧 也能跟我们一样打扫的干干净净 可以就是清爽的准备过年啦 嗯 小年夜的时候 亲戚们其实也差不多都要齐聚一堂了 那大家呢就可以准备迎接新年咯 是那明天就是除夕了 那大家就可以吃吃团圆饭啊 还有小朋友嘛 应该都很期待要领红包吧 耶 不过Noki 你好像露讲了一件除夕要做的很重要的事哦 诶 是什么很重要的事啊 就是除夕的时候声音无限也会陪着大家啦 对对对对 明天早上九点呢 同样也有小三跟新歌带来的三星报喜 而明天晚上八点的除夕特别单元就是 蛇灿莲花争霸站 哇好期待哦 天啊 大家明天也一定要锁定声音无限的粉丝专业哦 没问题 那么最后呢 乌登就在这里祝大家几年行大运 那Noki就祝大家整个年假都过得开开心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 2017声音无限贺心春 小年夜扫除特工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